中国这十年来实现了由交通大国 向交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在航空领域的发展中 创新驱动同样起着关键作用 与国际先进同航相比 现在的中国民航科技创新处于什么水平 有何亮点 今后的发展路径是什么 在参与国际航空领域规则制定的过程中 如何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中国民航大学校长 航空发动机领域知名专家丁水厅 近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创新博览会期间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现在从国际民航的发展来看 我感觉有几个很重要的主题 实际上跟国内的民航的十四五规划 也都是高度贴切的 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绿色可持续 比如说电动 比如说轻能 比如说这个SARF 就是我们讲的可持续燃料 因为SARF的好处就是 它不改变现有的飞机和发动机的结构 包括它的油料储蓄系统 它叫drop in 它可以直接就可以促进营用 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大家更多的在谈AI 这个高级算法 就是智慧这个方面 这个大数据应用 这方面怎么来提高民用航空的安全性 它就是运营的经济性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民航 近十年恐怕是中国民航一个快速发展的事情 觉得知道我们原来的民航运输业 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欧美装备的一个运维 这个实际上让我们国家整个的运输量 成为了世界排名第二 所以我们就叫民航大罗 但是这十年确实有不同了 就是我们开始有自己的制造业起来 你看08年中国商飞成立为标志 那我们的ARG21 虽然现在ARG21已经航线运行 然后我们的919也要进入红线 我们的发动机 运用发动机 你像我们的AS100 这个窝轴发动机 这个应该近期就会去掉 我们的长江一千 这个是我们919的替代动力 现在进展也非常顺利 等等吧 实际上那个十五根话里边 你要把它总结出来 但是从我的视角看的话 实际上就是有一个五线模型 这五线模型实际上和现在的 国际航空 民用航空的一些提法 也是非常吻合的 我这五线实际上是五个圈 中间那个圈叫安全底线 就是我们有一个安全底线 然后在这个圈外面呢 是安全基线 然后再有在外面呢 是智慧组线 在外面是什么呢 是绿色高线 那最外面的一个圈是啥呢 是自效极限 民用航空啊 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行业 你说你不能说我这个搞成自己的了 完全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瞄准 下一代国际规章的一种趋势 那既然我们都面临同样的挑战 那我们就可以同时提出 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就把它叫做 未来国际规章的中国方案 只要我们是参与这种治理 在这参与过程当中 能够形成自己的这个国际化的水 你没有这个实力 没有这个研究的基础 你很难提出来 这个让人信服的 这样的对国际的一则 和这个标准的一些建议 那你是很困难的 而且光有这个还不行 还得和什么 和我们的攻略方案 紧密地合作 就是我们一定要 叫提出叫两页深度的工作 运输业制造业 一页深度的工作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合力